佛菩萨诸实 佛弟子 要修习 要长期复习 圣众生是第一桩大死 怎么圣众 随时很顺 臣似供养 要把众生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司长 中国人 对这两种人 孝敬到基础 孝养父母 奉死四长 我们身体 得自于父 知恩报恩 我们的智慧 得自于老四 这是普遍的 在一切时一切处 供养当中 必须要知道 最重要的供养 是法供养 把佛法传给别人 这个是第一供养 这个是第一供养啊 讲经教训 是第一供养 传持佛法 是第一供养 众生 经教里面 把他分作 上中下根 下上根 上中下三根 上根的人 要为他 讲经 说法 要劝他 念佛 求生 净土 上根的人 他听了 欢喜 他能听得懂 他能接受 他能一教 奉行 他真的 陌生 这上根人 中根人呢 他能信 他不理解 或者是能理解 他信心不深 半信半疑 中根人 要帮助他 增长 上根 也就是帮助他了 增长 信心 帮助他 深入 进藏 让他多理解 这中根人 这个下根人 他不能接受 他不相信 他也不愿意求解 那怎么办呢 给了他 中善根 那中善根的方法 经上讲的 一立尔根 融为道中 只要他看到佛像 听到佛的名号 阿赖耶诗里面 落了佛的容 中辞 那就中了上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